看来这一路消失的妖兽 都是被其诱惑 成为她的养料了 琳雅 快躲开 叶兄 琳雅 不可恋战 取了那花 速战速决 不用你说 自有决断 滚下去吧 凝方斩 来 越来越多了 这攻势太猛了 叶云既然已经得手了 必须马上撤退才行 不好 小牙要掉下去了 小师弟你 你快再造一个灵剑 不行 来不及了 怎么都赶不上了 十倍攻凑 拿着 好 凝方斩 叶云 小牙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幸好你没事 不好意思啊 琳雅 你们两人分开太远 刚刚那本体 临死前又拼死一击 威力太大 我抵挡吃力 才来不及给你造灵街 幸好有叶兄在 才没有酿成大祸 我向你道歉 好在任务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有了这十阴古花 我们就可以回去交 藏了那么久 叶兄这是什么意思 刚刚我二人之中 若是他先取得那十阴古花 想必来不及造的灵街 便是我脚下的吧 你的计划有三步 第一 让我们三人中的两人 去以身犯险 顺利取得花身后 借机除掉其中一人 第二 特意选择境界最低的一人 留在此处 替你护防 趁乱偷袭杀之后快 等等 你在说什么啊 叶云 最后再解决 因为刚刚历经 殊死搏斗 而灵气大事的最后一人 独占任务抽了 啊 我说的对吗 叶兄这番言论 真是令我吃惊 什么死不死的 要我说 你们的半只脚 早就已经 踏进阎王殿了 疼 怎么回事 胸口 我疼 真是倒霉啊 本想趁着 那门弟子大笔钱 借机除掉叶云 你这个潜在的对手 看来是不行了 不过 我可没骗你 这丹药虽能抵御毒杖 但只要发动内力 便会遭到反噬罢了 怎么会 小师弟 你怎么能骗 无缘地 小心 你很聪明 想来也没吃下丹药吧 虽然棘手 看来也只能在此解决你 是吗 你对自己还真有自信 你的确是个不错的对手 只要你就这么死了 还是怪可惜的 去 你我之间 只能你死 我 怎么可能 他明明境界实力都在我之下 但速度之快 让人完全反应不及 这速度简直太恐怖了 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我的扇子 弃大到令人胆颤 想要我的命 你还不够格 不 不可能 我居然 败了 叶云 我要 杀了你 传闻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心煞 古变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灵的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 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 纠结了 别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警吧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